今天要跟各位做說明的是 讓人觸目驚心 我也覺得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前一陣子有人跟我提到 目前在這個秀林鄉 也就是全世界知名的景點太魯閣北部 是有台電在進行試坑專探的作業 他們不知道說這個洞是要挖來做什麼的 甚至有在地的牧師跟鄉民有去詢問 那麼台電相關人員的回覆是說在這個挖山洞 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包括工研院的研究資料 包括台電本身的內部報告 包括原能會所核備的資料都顯示 目前台電正在以這個深層地質的處置 作為我們高放射性的核廢料的最終處置的最可能的方式 那麼這個也是國際間目前在進行的研究 國際間也都傾向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做高放射性核廢料 我要重複這個不是一般的受污染的放在藍雨的這些衣服 或者是其他的設施 而是燃料棒本身 在國際間的研究方向都是這樣 我也跟IAEA也就是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相關的資料 也都去看了去了解 目前國際傾向也公認最適當的處置 就是這樣子 那他所謂的深層地質的處置就是像這個圖 在地底下挖300到1000公尺左右的坑洞 將核廢料高放射性的核廢料做最終的處置 那個這個資料是工研院的這個研究報告裡面的顯示 所顯示出來的 那我再進一步追查 台電這兩年在進行的 原人會核備的用過核子燃料的最終處置計畫裡面 也顯示說 他們目前評估台灣的花岡岩區 尤其是片麻岩區 是目前認定地質最穩定 也最適合做最終處置的地方 那麼我也去查了台灣的東部花岡岩區 大概都分布在這個東海岸這個地方 中央山脈的東部 那這個是更小的圖 片麻岩區 就是這幾個地方 大概都分布在秀林鄉 以及宜蘭的南澳 太魯閣 國家公園的北部 周邊這個地方 那我這個資料越查 我越觸目驚心 於是我跟台電直接詢問 他們目前依據他們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目前的專探點到底是在哪裡 那麼台電給我的回覆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台電的圖 這個是秀林鄉跟宜蘭的交界點 這邊有一個碧海水利發電廠的旁邊 磚孔位置就在這個地方 那麼台電現在已經磚了大概200公尺深的洞 還有300公尺要繼續做鑽灘作業 那麼這也是依據現在國際公認的所謂的地質 深層地質的處置 要300到1000公尺內的這個作業範圍 目前正在進行鑽灘 當然我知道台電會說 我們只是在做測試 並沒有做最後的決定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 一旦相關的測試進行到一個階段 台電在下一個階段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試驗過了 我們已經測試過 這個地方就是全台灣最適合放高放射性的 用過核子燃料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那這個是在哪裡呢 我用這個圖來跟大家做說明 目前的鑽探點 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北部 也就是秀林鄉的和平 和平這個地方沿著和平溪 也就是大佐水溪和平溪的南岸這個地方 那麼依據美國核子管理委員會的撤離範圍 也就是萬一發生核災要撤離的範圍 這40公里包含了花蓮 吉安我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新陳秀林就更不用說 也包括了往宜蘭走 蘇澳羅東甚至到宜蘭 都是這個高放射性的燃料 如果發生運輸上或者是儲存上的問題 可能會涉及的範圍 錯誤的核能政策 所產生的萬年遺毒 不該讓花蓮人 尤其是太魯閣族人來承擔 這個是錯誤的政策 錯誤的政策 不該讓花蓮人 不該讓太魯閣族人來承擔 這個是何等嚴重的事情 那我要表達的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不允許這樣子的工程 這樣子的試坑 專探作業偷偷摸摸的 在花蓮人不知情的情形之下 再進行 我是花蓮秀林鄉 一個教會的牧師 我叫Giro 怎麼會是放到我們原住民的地方 那政府用一些 是是而非欺騙的手段 那就是看著我們原住民嘗試不足 不認識這些東西以後來欺騙 就把一害人類最嚴重的這些核能 來放到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我想我應該要上來 來跟就是透過媒體 來告訴自己的族人 這個東西是不得碰的 我們有沒有沒有能力 來去面對這個這個 那麼一害人類那麼嚴重 特別剛剛這個蕭麗兒所說的 他的這個半衰起超過的這個年限 不是我們人的生命可以估計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台電有義務 要好好工作一次 特別是我們花蓮人 花蓮的這個少數民主 特別是在地的原住民 我想我們做一個最沉痛的一種要求 我們希望台電做一個很好的說明 謝謝 各位族人我們現在還有機會 還有時間去阻擋 我們不允許把這個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 花蓮縣的山區當作 埋放萬年遺毒的 解決這個不負責任的核能政策 最終處置的方案 這個我們絕對不允許 那我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讓 花蓮人知道 能夠讓秀林鄉的鄉民知道 那麼我們的幾位牧師 在20號也會在秀林鄉當地 召開相關的說明會 讓更多的鄉民 他們會用母語來跟族人來做說明 讓我們的族人能夠更進一步了解 這個潛在 可能萬年遺毒放在我們的土地上 可能會有的一個禍害 以上 謝謝大家 明天